被许多网友称为神剧的《机智医生生活》第二季荣耀回归,开分就直冲9.8,对比其他的高口碑医疗剧《机智医生生活》似乎非必寻常,没有过多血腥紧张的场面,也不聚焦在某一个固定的课室,而是用缓和的语气讲述最普通的医患故事。 没有大开大合的剧情,走的是生活流的路线,通过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治愈,逐渐深入人心,通过一些现实、温馨、细致的情节来抓住观众的心,以温和的叙事口吻陪伴观众成长,极致一生生活看似平淡又生活化,但是包含着很多情绪和趣味的内容,把温暖、治愈、幽默融合得很好。 因为有了专属于他们的独特画风,所以吸引了很多忠实观众。 韩剧在《机智医生生活》二播出后好评不断,第二季演员阵容同样有曹正式、刘衍熙、郑靖浩、金大鸣、甜美都主演,聚焦五个大学时的聚焦好友,在绿地医院继续着他们的工作、恋爱、友情和乐队。 这五个主角分别是,甘胆一外科助理教授李毅俊,小儿外科助理教授安亭源,胸外科副教授金俊弯,神经外科副教授蔡颂和,妇产科助理教授杨朔亨。 五位主角中四男一女,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错,不过个性和习惯却截然不同,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科室,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。 他们在各自的医疗中都会遇到不同的经历和难题,但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是强冲突,对抗性的,而是总能从他们的口中道出一些生活的道理。 拆开来看,每个人都是自己科室的精锐部队,而合在一起,又有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 从片名上看,机制是主角们对待高强度、高负荷工作的专业度,而同时又融入细节斗趣的生活,让枯燥的高精尖行业剧有了独特的烟火气。 从他们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活,到他们私下共同组建的乐队,就可以看出五个人的灵魂是那么的契合。 他们在工作态度、生活观念、兴趣、爱好上,以最本质的视角而言,抛开外在的不一致,五人就如一个人一般。 这样契合的友情,谁能不羡慕呢? 第一季里的每一组医患关系都可圈可点,也是在和病人的互动当中, 医院上下众多人物的个性才变得有辨识度起来。 第二季同样延续了上一季的风格,剧情依旧起伏不大,不急不缓地展开医院的日常, 有同时一间幽默的嬉闹,有令人摒弃凝神的手术,有医生面对患者的暖心鼓舞, 有遇到无法处理问题时的无奈。 最重要的是,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最后都能妥善处理。 给观众带来希望。 目前看来,五人组乐队依旧每周都练团, 各自的恋情或小心思,似乎对他们的集体情谊并无影响。 雷达不动的乐队排练,就像其他常见的老友们, 一起喝下午茶或组排局一样, 通过和老友保持联系, 也就约等于还有机会做回年轻时的自己。 上一季这五人常常混在一起,还主要因为都单身, 即使有孩子也不需要按时回家报到。 这一季开始,五人组的感情生活已经各有变化, 最先跟老友公开的是安婷元。 安婷元在第一季的时候是个虔诚信徒, 就是不恋爱。 然而这一季终于放弃做神父的打算, 继续留在医院, 与后辈同事张冬天谈起甜甜的恋爱, 完全和第一季中的高冷样子截然相反。 虽然两人吃饭聊天, 还是绕不开医院里发生的那些事。 机智医生生活几乎成为一部分粉丝的理想投射, 它呈现出一种活力、美好、积极的中年生活。 没有育儿焦虑, 没有职场POA, 没有资金压力, 一群好友在忙碌之余, 打闹玩笑、组建乐队。 40岁的中年人, 却拥有让人羡慕的善良情绪与生命力。 不同于很多医疗类电视剧, 机智医生生活最厉害的便是剧情并不需要过多铺垫, 就能令人感动不已。 整个故事虽有所关联, 但实际上每一集都相对独立, 就算跳着看也会充满惊喜。 五位主角的感情线不但有所交代, 还同时展开了他们与患者的小故事。 机智的医生生活, 很少用疑难杂症来让主角五人组大显身手, 但是也并非全然不沾染对道德边缘的探索。 事实上, 它在剧情的安排上极尽细腻, 每一集剧情中都会着重挑出几个典型性, 共情性极强的疾病或意外案例, 从疾病到生死之间, 剖析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脆弱, 从生命百态与人性善恶力, 体现触动人心的细节, 构建出更加立体的世界。 相较于这些严肃时刻, 五人之间的情感私事则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, 他们的爱非常细节, 却有小心翼翼, 连暗恋都是马拉松长跑式的。 而每一日的相处都让这样的爱覆水难收, 毕竟他们太优秀了, 不仅是在专业上还有关于爱的道德感, 观众最关心的可能还是男女主的爱情, 雷俊医生给蔡宋和医生的表白是上一季的悬念之一, 宋和和义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还未可知, 直到目前还在友谊之上猎人未满的状态, 吊足观众的胃口, 不过导演通过细节已经暗示了二人有戏, 义俊一直在靠近宋和, 但是宋和现在却慌慌张张想要逃避, 每次都是去办公室找义俊, 而不是私下去找他, 就是想表现出公事公办的感觉, 虽然曾经暗恋义俊, 但他还是不够勇敢, 两个人在车上的时候, 宋和说, 要自己打发时间, 实际上却一直坐在车里等到半夜, 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所谓的友谊, 这种暗戳戳的情愫最为吸引人, 作为五人帮中唯一的女性, 蔡宋和是其中的精神之主, 他不但医术高明, 对于栽培后辈更是尽心尽力, 性格热情爽朗, 直率善良, 对待朋友更是非常讲义气, 除了是个阴痴, 他似乎无懈可击, 在机智一生生活开拍前, 同样都是音乐剧演员的曹正世和刘远希, 不约而同向制作组推荐了一位演员, 而那位女演员就是甜美都, 曹正世对甜美都有极高评价, 虽然没有和他合作过, 但曾看过甜美都主演的音乐剧, 在台下被他的演技神受感动, 甜美都是一位口碑型的演员, 关于他的好评越来越多, 大家对他也越来越喜爱, 上一集的内容中充去着各种温馨搞笑桥段, 演员们之间流露出超强默契, 剧中, 医生们的幽默, 正义友爱和善良, 更让大家感受到人性的光明面, 据悉, 新一季还会有新角色加入, 五人帮乐团也将会继续演奏, 五位教授在各自的生活里, 用温暖的人情向观众传递着人间温情, 通过诸多的小事, 治愈每一位观众的心, 虽然不停地在描绘美好, 却又不会让人感受到虚假, 因为它并不是填鸭式的, 给观众关注所谓的善良, 而是做了一个选择题, 在性善和性恶之间, 始终把指针偏向善的那一面, 从而去唤醒人类本性中的一些美好和动人之处, 就像嘈杂现实的避风港, 或许有一点点过于美好, 但又不是遥远不可及的天堂, 万一伸伸手就可以够到呢? 虽然有点乌托邦式, 但是观众就是能被他们感染和治愈, 时间百味浓缩在这部剧里, 或欢乐,或无奈,或心酸,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着的, 身为一位平凡人, 都希望能够遇到像机智医生生活中的五个人,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卓越的成就, 但是依旧不忘同情那些正在努力的人。 此外, 天悦和冬天, 大小熊CP的甜甜爱情, 也牵痛着无数粉丝的心, 相信大家都等部局了吧。 你要看机智的一生生活吗? 欢迎分享你对这部剧的看法, 机智一生生活最厉害的便是, 剧情不需要过度铺垫, 就能令人感动不已。 整个故事虽有所关联, 但实际上每一集都相对独立, 就算跳着看也会充满惊喜。 为主角的感情线不但有所交代, 还同时展开了他们与患者的小故事。